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龙介先还有国内的初选选情的部分 我先直接问 因为我上礼拜还在问说 奇怪 如果说龙介先都已经表达说他要猜选 那为什么迟迟都没有看到党中央去跟你打一通电话 了解一下 沟通一下 但是昨天开中场会的时候 有媒体朋友说好像在台北看到 在港部看到 所以是已经有进一步的跟中央的沟通 你真厉害 你怎么知道我长得起来 媒体朋友就已经看到你了 在党部 就是我前两天 我有跟秘书长联络了 那就说找个时间要起来拜会他 都是老朋友 他在台东的时候 还有他们选举的时候 有时候我都会去帮他们助选 所以大家都是多年的好友 所以他就说 瞧了一个时间 昨天中午大概一点钟 因为他们两点要开场会 所以约了我中午一点钟上来 所以我昨天中午有跟秘书长见面 那就表达 我就表达我的意愿 然后跟报告台南市的状况 在这种监困选区应该要怎么布局 大家交换一下对选情的看法 对年底2022选举的一个见解 那秘书长是老朋友见面 也很高兴 那他也很乐意见到 有人出来为党承担 所以他是鼓励有加 对我也诸多鼓励了 然后他也有承诺说 会积极的去做协调 这个意思是怎么积极的协调呢 那当然他这样讲 就是有听到我们的义士表示 所以我也说 我乐于见到党给年轻人机会 因为我在做党务工作的时候 也是极度积极的去培育一些年轻朋友 国民党为什么 你很多年轻朋友不愿意接近国民党 是其来有志 所以在北部 我就跟他讲 你们在争 你说台北是年轻人找人 很多人要报名 对不对 这台南高雄 我开放让年轻人来 没有人报名 没有人报名 你不必出选 你这边还要加权 对 我14年就当主委 我就说 有选区要选七席 开放 你40岁以下 你只要来报名 我就征召你 服选你 一个都没有报名 一个都没有 所以南北选情不同 那北部是蓝比较大 南部蓝是极小 所以我就跟他分析这种选情 那我支持鼓励年轻人 那如果说用现在 当然可能民调上 他比较吃亏 我说那是不是 秘书长你们思考一下 就给他两个月的时间 去跑 那去跟乡亲 认识一下 那是不是用这样 他是说听到了 就我的意见 他也听到了 那是不是要这样去做 我是不知道 要尊重中央 因为这个协调的意思是说 因为既然没有所谓的初选制度 但是在协调之前 应该有一些标准来做比较 有这个标准 我不知道 我们可以跟你说 要算还是不算 还是要怎么做 对吧 可是是不是至少基本的民调 是由党中央来做这件事情 有具体的讨论到 以前到现在 不管民进党 国民党 应该都是这种做法 对 就避免 初选不是斗争嘛 初选怎么是斗争 协调 协调不成就民调 民调再不成 那就最好就只有初选 当时台中也是 不是正式的初选 但是也是比民调 所以江启臣虽然小叔 但他也认了 而且当卢秀院的总干事 韩国瑜到高雄 跟陈一鸣 最后也是民调 对不对 所以韩国瑜也不是说去就选 陈一鸣也有益争取 那就协调不成 最后也是做一个 比一个民调 早年 国民党 在提名 当时周习伟 台北县长 他只做一任 对不对 那要朱立伦来 最后你也不能 他现任的县长 你说他 你叫他下来 最后你还是要在民调上 去说服他 周习伟那个时候就很大度 说我不入阁不入府 我就裸退 他看了 就他也 而且不是说 我记得当时并不是说 我现在就 因为当时 譬如说你出了什么事件 你民调低我就比 不是 因为你是现任的县长 就好像给一个月还多少的时间 你再去努力 你再去 因为也许你是在 投入市政 所以你没有来经营 这个所谓民调 你以为你应该会选连任 好 那现在有朱要来 那就比民调 一个月时间 你去冲 冲完一个月以后再做 那还是 尤其是对比式跟 那个时候好像 苏貞昌还是 蔡文他们要选 就对比式的时候 那就有这个 就是最科学的一部分 对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这样 到现代所有 几乎都是这样 所以我想 党是一个选举机器 不会不理解 这种 内部你怎么去协调 这是很科学的做法 希望如此 因为大家很怕 很多朋友都担心 立马默默被做掉 你做掉我没有意义 你做掉我 等于做掉台南市议员 我跟你讲 选市长 我们在提名的看 除了看市长以外 还有母鸡跟小鸡的关系 我跟你讲 韩国语的韩流外议 不是只有高雄市议会 所有蓝鸡 我跟你讲 所有我们 假如习次不变 比如台南市 原本16席 那因为提名的关系 就上来 还是16席当选 15变16 也许可以更多 可是变成 这16席里面 在11个选区里面 最高票的 都是蓝鸡 那你看他外议扩的 高雄多少 多了多少 议员 对不对 所以许昆元议长 他很顺利当选 这一次人家就评估 高雄议员 我想你在那边也听到 最少要掉几席 几乎都已经算出来了 所以 你就可以看出 提名这个市长 就变成母鸡跟小鸡之间的 相对关系 好 假如说这个选区 可能最后都会失败 你选也输他们 我选也输他们 可是 你选 可能母鸡 带了 都带了两只小鸡上去 我选一样输了 可是可能少了两只 三只小鸡 这是另外要考虑的 对不对 所以 党务我已经 你看我 我是八年的中常委 七年的台南市党部主委 然后2004年 连主席就找我去当发言人 那个时候 蔡正元还是我们文庄会的主委 那一直到 副秘书长 我其实这些历练都有 我一向一路走来 就是不愿意跟人家争 但是也就是这样一路让啊 现在连中常委都不是啊 立委不分区也排到那么泡面啊 所以一路让到今天呢 至少有一些 所以很多支持者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很多支持的 蓝颖的支持者就说 你让 但我也从来不对党口出二言了 让就让了嘛 所以有人说 谢龙介很委屈 没有了 有啊 郭志强就帮你抱不平 说一个战将 那个没有意义 就是说我认为说 他 我对他很好朋友 他大家看了 我们看他这样也很不敢 但是 政治没有委屈了 在路边冻死 连鸡蛋买不到 对不对 还要被分尸 没有生命安全 没有保护 现在已经不是 政府让你幸福快乐过日 是你想要活下去都有问题 那人民没有委屈吗 他们的委屈都没办法申诉了 我们怎么还能有委屈 他们把他的神圣的选票寄托在我们身上 我们怎么会去说你有委屈 我不会有委屈的 我更应该把这些委屈当成养分 我要更壮大自己 然后才有办法去帮助他们 没错 对不对 那你 所以我认为说个人的看法不同 不过我很感谢很多人 对我这样子关怀 我也理解 但是这个停留在原地没有用 就积极的去面对 民进党现在已经是一党独大 一党独大以后 你看他包括在补选 很多人讲说 最近不是找了陈建仁路挡吗 那个更严重 你不要小看一个动作 清德兄 他们说 陈建仁没有选举经验了 我拜托各位网友 民进党当他掌控到整个网路的时候 他现在你看NCC就要网路修法 他要钳制你网路上的言论 这个我在一年前就讲了 当中天被关掉 我就说 然后他开始针对这些电台 有一些限制 再来就是网路 网路一定会果不其然 那你要看 在台中补选 我们去的时候 我看到那些 兄亲对 严寬可能这次还多了很多票 比那个原本的票还多 围杀里面已经不容易了 可是你看 林静宇会选举吗 他没选过 会骂人啊 他没选过 而且 也没有任何的地缘关系 没有任何的服务 他骂的并不是那个选举的内容 对 完全是跟地方 然后是彻翼全部等于是其他人在跟 严寬很选 那林静宇他不懂选 他也不用 他就这样 也赢了 我说话就好了 好 那就赢了 那如果2022 民进党复制这个套路 把国民党杀个片甲不留的时候 不要说陈建仁去代表民进党 就王浅秋代表民进党选总统 你都会赢 你也一定当选 他就 就那个谁已经不重要了 他用这个机器跟这个套路 全部可以把对手 杀个片甲不留 那所以推选 那赖兴德你会有优势吗 不会的 你以为现在很稳吗 跟当年那个一开始出选民调一样 我跟你讲 你以为自己很好 你知道上一波 这一波因为 没有做郑文燦 对 美丽岛就是连郑文燦都拿掉了 对是 因为郑文燦被赵子荣救走了 所以变成没有摆他 但前一波有 前一波的话就是赖兴德是赢郑文燦26% 那我就 因为赖兴德身边的好朋友 我就跟你讲 你要送个小新 小新 你说哪里才能趴呢 然后呢 2019年3月18 他宣布挑战蔡英文的时候 他是赢蔡英文28% 没错 最后是倒数8% 没错 所以没有什么 那你还 还记得当时说 赖兴德说 蔡总统不要用国家机器对付我 对 请你不要 请你的网金 请你不要用网金 这样对付我 金人顾尾 经典 你就可以看出整个民进党啊 他现在不但持谁滋味啊 而且已经功夫练到登风造极了 登风造极了 他现在要砍谁 砍得刚刚好 到时候就2024 对 我跟你讲 他什么事情都会事先铺陈 包括到宜蘭 你看看 你那个谁 赌博案 主头 有的都100万交保 贪污怎么会80万交保 那贪污这么重 真的 所以 我想这个法官还算 有一点点良知啦 我有看 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检察官好像要提抗告 你就理解说 他最后给他裁定是 财产来源不明 对 并没有所谓具体贪污的事 是财产来源不明 高铁上 那些脚皮胸三百多万 连办都没有办 有点 你现在 什么叫做财产来源不明 他们喜欢什么都可以 所以 就要弄你了 国民党的形势是很险峻 那我们当然知道 怎么去面对 所以包括整个台南 其实有更多人愿意出来承担 在艰困险级都是好事 真的是好事 我一定要 我们先得进一下广告 可是在广告之后还是要问 但龙界先这次会有些底线的 不是说我们再怎么协调 说我觉得他比较好 我觉得我比较想要他 然后另外一个人 你就会让 不可能 一定是要有一些具体的标准 你怎么可能随便就 去接受协调 应该至少有些条件跟理由 比方说初选的结果 民调的结果 初选民调 然后内部的民调 怎么样的结果 你才可以接受 然后进一步 争取这个位置的时候 来谈嘛 大家来谈才公平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用力是 底线是什么啦 没有底线的 没有底线 至少你要做到他做好民调吧 不是说用 公国没钱 说要叫你干嘛 不是啊 我们是政党的党员嘛 可是我的老板是台南市民 是全国的国民 对 人民才是我们的老板 而一名老板 那如果你 你的作为是 让人民觉得你在放弃他 这一个政党的后续发展是很伤害的 其实上次光网的补选 也是有点被 就是啊 但是没办法 你说的人选的确是有困难啦 没人出来 其实现在高雄也是呢 现在你看高金已经宣布他不要的话 我还问了相关的人 不亏其他也说 那还真不知道还有谁 那你觉得 你这样笑是 他去拜托 传播啊 没办法 三顾茅庐 准备回来咯 欢迎回来 中华宣网千秋万事 我是王浅秋 今天邀请的来宾呢 是我们的龙界仙 台语 他说台语我就没人回来了 他的台语实在是 地方相亲是最爱 最喜欢听他讲这种 领语啊各种语言 就是接近土地 接近庶民 接近大家的那个感觉 就很诈 可是这一次 选举想要参选的过程当中 感觉就好像 也不是还挺他顺利 跟还有中央会错愕啊 党部会错愕啊 你当时跟我说 你刚刚也这么错愕啊 对吧 可是现在呢 现在至少要比一个民调嘛 比一个哪些人名单可能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之前大家说 那应该要征询征询 其实如果这样听起来 也不算是来征询你 虽然是你去主动 跟民主长见了面 对 那民主长现在目前是表达一个 鼓励的态度 对对 那傅昆琪的部分呢 现在他是操盘的时候 不就是他吗 他也一直说 他在南部不停的走动去征询啊 他是没有 我十几年前就跟他认识了 那最近他当县长比较忙嘛 就没有再往来啦 就十多年啦 但是我在今年有 二月六号 就是过年 过年初六 他有 他大概电话 电话没打通嘛 所以他有传一个简信 拜年拜年 那后来我有给他回了电话 也跟他拜年嘛 那如果这个不叫征询 因为那个电话大概 不会吧 说虎年快乐就叫做征询了吗 那应该不是啦 因为一分半钟嘛 大概那个电话一两分钟 大概寒先嘛 他也说他回到国民党嘛 那有什么事帮忙 可以联络一下 就这样子而已啦 过年寒暄一下 是这样而已啊 所以到目前为止 他在南部中部走动 目前也还没有跟你们有任何的接触 或者征询嘛 对吧 嗯 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有 我就讲像昨天秘书 你就很厉害啊 你问了 我就讲 昨天就确实是昨天有跟 黄秘书长在一点钟 有去跟他见面 嗯 就谈刚刚我们跟 各位报告的那个内容嘛 无论如何就是个前提嘛 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公平 相对客观的民调数字 对吧 对对对 就是说因为这民调是大家在 民间党提名也是这样啊 就是说真的将此不下 像黄伟泽被砍了 弄得这样将此不下 也是要做啊 嗯 你要让陈廷辉退 就是你民调也没有他 所以现在 好陈廷辉就 好我输了 这就虽然我民调输他 可是他有瑕疵啊 他没放弃 他有要不要的瑕疵啊 对对对 为什么 政国会继续打 对对对 这个为什么会变人家说 黄国书因为一样的事件 退出政坛 不再连任 是 就不能参选了 那为什么黄伟泽 你们要继续提他 这是政国会对这个质疑嘛 而且据说当时是 他是要去针对 林嘉隆 哦 所以难怪政国会 跳起来 我在议会有问他 我说 你是不是要说明清楚 他说他绝对没去做 厉害了 我说那 你在耶鲁 跟林嘉隆耶鲁 因为之前郭正亮有跳出来 帮他护一下 他说 我耶鲁 我说 拜托 你在那里带他们两个 没有 他比较早 你比较 不是他比较早 那我问黄市长说 你跟林嘉隆 在耶鲁 有没有 重叠 他说有 有 一年的时间 大概林嘉隆找他一年 所以他们两个 有一年 重叠 我就问你对这事 有要证明一下 解释一下 有 有 忙碌 跟你说到这样 有手 而且说你怎么样 然后 这一次 包括 周刊报导 就说 有邻居 有什么 他后来 他就讲说 他是 他有姓林 那这个就是你有 这个 领了 领 营养费 需要营养 营养费 那就 就变成 在民进党里面 讲究血统 纯正 这个是 说实在是 很严重的事 出卖自己的 同学 同志 朋友 这个 品德上的 重大瑕疵 这个当然是 相当严重 可是 因为 你要知道 这个要谈到 权力架构 假如今天你是当 女王 那 这个区块又是 力 局大于栏 那力 局大于栏的地方 就是你的本命盘 对不对 那你要真的是 桃园跟 台北 北北基讨 这边才是 你只要 再顾一个 稍微顾一个点 那你就等于 大获全胜 所以你 基本上你的 战略架构 一定不会 在南部 让他乱 所以屏东 当时为什么 苏正清 亲干 为什么会有人 出手 先把他 收下 不然 苏家全是 蔡英文的 最爱 你知道吗 你想要听 真的能接班 什么 苏 苏家全什么都有 那这个就是内斗 就是你要稳住 然后你准备让苏家全顶一个重要位置的时候 我会吃醋 你怎么整个都用对他 所以就把掌控苏正清的资料 人家就丢了 就搞他了 这样 那个是内斗里面 所以苏家全也很委屈的吞合 所以蔡英文也就变成 以你的角度 一定会觉得说 那这个苏家全对你来讲是 是大局 大局为重 大局为重 所以当你看屏东这样出了事以后 开始 他们在争了 他也是要赶快去押注 然后你看慢慢的 在派系之间 就刚开始没有人挺庄瑞小来 只看到现任的县长要交给周小姐 另外那种好像非他莫属 后来最近这两个多礼拜 两三个礼拜来 各县市从外地开始 政国会嘛 台南市长嘛 怕 怕平去停 就等于 新潮流对非新潮流的 对决 就是挺 庄慧雄 这个就是派系的角力 可是那是内斗 但当南部越这样的话 他以一个王的心态 他不会让他 在本命盘乱 所以才会把 陈廷威 稍微压下来 但是看他心有胃肝 这两天 本来已经 昨天讲 媒体也说 以为都九成九 黄市长也很高兴了 梅灰设舞了 然后媒体问我的反应 我也恭喜他 说他已经就要准备接受提名了 被肯定了 想不到中常会上又有个扭转 又有人提出来 所以又延缓 就是陈廷飞他们提出来 要求他们去彻查 关于他做了背后的事情 那这个还会有后续 所以我讲说选举是有变数 你看嘛 如果蓝营好像看起来稳输的 在台南 可是我不这么认为 你就是有瑕疵 这瑕疵品 我跟你讲是碰不得 你稍微碰一下 你就脆口口 买惊我 我跟你说 有蛤魂 对 你就忙又买了 所以我可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个 这次谢龙介绝对不让 再也不让 不要再乱让 不让 第二个 就是说其实在台南 也没有大家想的 但一定不会赢 其实是有机会 光看政革会 持续在中场 会要继续攻击 这个台南 现在这个人选的问题 人家没有要放手的感觉 所以绝对是还是有机会 在台南一架 还是有赢的机会 你不要去预设立场 然后也不要做黑箱的 什么条件交换 我不喜欢这样 你看我就是 开大门走大陆 这次为什么台南市郭信良 能当上议长 偷挡出来 我跟你讲 我们没有条件交换 唯一就是 你必须退党 你是民进党 我就不能支持你 你要退党 那你要拉几个出来 你才会 因为我们16票 我们国民党16票 你自己斟酌 因为民进党确实做得过分 就是不同拍戏 然后要赶尽杀截 也因为这样 我们才会说 那我们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虽然我们没有那些好心 不要说这个 但是 不同政党 不同的立场 那他们就开始有裂痕了 你看看 所以这个就是说 政治上 我们国民党 被人家挑拨 分化多少次了 多少个县市首长 选市长 市长是单一席次 我们可以派两个就去选 一个市长派两个人 都是国民党 台南市 已经是这么 不平衡的地方 可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 奇怪 征询 还有整个具体的行动 我还没有都看到的时候 就地方上有很多 各种谣言跟传言就出来了 说 哎呀 谢龙这个其实地方 感觉跟他接触不多 地方不了解 其实很多民众 对于也不是很满意 那因为他是所谓 电视型的人 不是在地方在走调的人 这种声音也开始 一直不停的被放出来 这个就是 这套一句朱主席讲的 不要内斗 那我不觉得这个是内斗 因为这是批评 是好事 在国民党 郭天才在合并 2010年 拿了40% 赖清德60% 那2014年 赖清德72% 黄秀霜28% 那黄伟泽 2018年 拿了36% 38% 那高斯伯 31% 所以 你就可以看出 男人在这边是多困难 2019年 补选的时候 我在第二选区 立委的选区 补选 我拿了44.3% 我几乎是突破了 这个合并后所有的单一选区的得票率 那就是说 你要看 男人败 我讲过嘛 如果你对党去征刑 征刑这党务干部 对党的这些代表或怎么样 我参选 我很光荣的告诉大家 我参选八次的中常委 我没有送过一份礼 没有请过一次课 没有换票 没有参加过所谓换票联盟 那也因为我在各地为国民党奋战 那在为国民党流血流汗 这些党代表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一直对党的改革有信心 就是说 党代表我拿的票数就是 这些党代表真的是有良知的票数 最少还有55%以上 他愿意 我这一次甚至连请托也没有 我以前都会寄一封信 寄一封信 告诉他我都做了什么事 这一次的中央委员 我连一封信一通电话都没打 就看大家知不知识 对 那我们你不要小看 我们每一个动作 我们都在测试党现在 回应出来的这些 从选票上面 我们就可以回应到 党内部现在如果启动 因为我要知道 你启动改革 你动能足不足吗 是 你不可能让你一个党主席 说要启动改革的时候 公拜垂陈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这样 那如果你要问这些人 有些特定的人 他一定 他就说我最多的是 说我人会败 我很简单嘛 人会败 我们来菜市场 怕惊 看什么人 人会败 对不对 我就想到说 马云九有一次啊 人家要推荐我当主委 也是跟他讲说 这个年轻人啊 一百年了 他说这个年轻人 人会败 人会败 马云九回了一句话 我听你也很感动 他说人员不好 我听到这句话 感同身受 我不知道朱主席 现在会不会也感同身受 因为你想了 人会败 你要从事改 你们都要当好人 那改革的是谁要做 改革的是谁要做 你都没做好人 赖清德 在民进党 人也说人员不好 人员不好 结果 民调最高 好 侯友宜 也说人员不好 对不对 我昨天也跟秘书长提啊 你在台东 人家也说你人员不好 为什么 因为人家派系 不是要你啊 所以叫议会的议员表态啊 大家都表态支持别人 那国民党 马英九还是有 有这个 他的坚持 坚持 变成提议 黄市长嘛 对不对 这个人员不好 如果从狭隘的 你刻意要去问 选择性的问 大家都 就是这样嘛 所以我不会在意这个啦 因为人员好到市民的决定 屁股倒出来 知道什么人人员好 人员不好 那我不愿意跟你获悉 你不愿意跟你勾结 不愿意跟你在那边搞派系 这当然是我一路走来 人员说我人员不好 所以我会承受啊 许天才讲我人员最不好 为什么 他当市长 我告他 他害他被检察官起诉求刑12年 他收了钻石笔 我把他拼了 对不对 没错 全国大家都知道 一只万宝龙钻石笔价值120万 那这个就是赖清德在干市长 我就拼他实际 因为你要用政治生命担保 无奈人的清白 结果他有罪了 你要死 因为我跟你对 你既然敢用政治生命担保 那我就跟你赌 法官也很厉害 竟然把乃乃乃乃乃继续判有罪 所以我要求他辞职 可是洪吉昌收了1350万 春龙那个案 他说那是政治现金 最后改成无罪 对 赖清德反应很快 你看还是有无罪 他没罪啊 你说没罪你就要死了 红吉祥没罪啊 你要生死啊 叫我生死 很快 反人到我这 我说你说的 我死你就死 对啊 有罪状你生死啊 我总死 我那一次就这样辞职 帅气 但是他没有辞 我辞了以后 我逼他死啊 他没有啊 他终于闭了 所以 不要激怒我们龙戒先 试探他的底线 这个就是说 不要 我们人民才是投家 我一生从事公众事务 就说 我真的是把人民才是投家 我们是摆在心里头 你不要口慧而死不至 那你 你就说 怎么去看待人民跟这个社会 那当人民在受苦 在冷落的一个角落 你看 我们到十度西的时候 就有多少人冻死 对 所以你要看到整个国际上 为什么你说 哎呀 俄罗斯跟德国都 为什么不制裁他 我跟你讲 这个月跟上个月啊 假如把那个瓦斯关掉 嗯 德国的总理 他为什么说 绝对不能关 你美国叫我怎么 我绝对不懂 只要那个瓦斯 少掉百分之五十的供应 德国最少有两千个老人 要冻死 那如果你一个主政者 反正我为了得到政治利益 我挑衅他 老人死了 死了 你开玩笑 那我们的执政党就是这样 他不是让你过幸福快乐日子 他现在是要崛起政治利益 所以你冻死也好 你夭死也好 你没两人吃也好 社会欲白台人 没安全 对他来说都不是重要 我要的是我的政治利益 要继续捍卫我的政权 真的 我们看不到是这样啊 还是我们要听一下广告 可是有一件事情 到时候剩一点的时间 一定要问龙杰 两个党现在都在内斗 为了初选 都要斗来斗去 我要抢嘛 那蔡英文的做法 是昨天他宣布 现在呢 只要选对会成员 不管是赖清德 还是我蔡英文 以后这段时间 候选人都不准挂 挂我们的看板 所以很多人跳脚 我都制作品都做好 文学品都做好 看板都做好 现在不能挂了 这是代表避免内斗 还是说怕跟赖清德PK 我是不知道啦 可是朱立伦主席的做法 他是在内部就讲 我们干脆改名叫内斗党好了 而且最近大家的口头残 就是问说 请问谁败类 只要想2024就是败类 所以这两党的主席 在控制党内的内斗的时候 这个做法一不一样 不一样 可是是不是结果 会不会有没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用历史透析国际 用历史分析时事 只要四个外 部分国内外 统统聊起来 我是主持人李毅修 网路人称历史歌 我在中广新闻网 周一至周五 早上11点至12点 欢迎收听历史以骑秀 慵懒的早晨 脑袋没开机怎么办呢 公平的制度啦 公营还有K0005 秀眉秀鸾 杰帅 bonjour 今天有很多不同的新朋友进来 谢谢你们兄弟 芳芳 这应该都是龙界仙的粉丝啦 彭照 有梦最美 国心里的成功 磊明 复兴杰帅 今天朋友们在不在 Dave 还有Mayberry 还有Mayberry 好 你记者在改召了吗 你在看留言吗 你在看留言吗 你听到 就是 朱与之列很多抱怨啦 就说大家都在逗 然后他也很难做 然后大家都很难做 然后大家都很难做 哎呀 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重要宣传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邀请的是 我们的台南的参选人 我现在已经直接讲是参选了 就准备要去把台南拿回来的 农界仙 刚刚我们在上段讲 我们现在问候宇就说 哎 请问谁败类啊 嗯 哈哈 因为 假如我也在想 2024 2024 有 79个 立委要参选 嗯 79个选区嘛 对 对 那时候79个拜类 哈哈哈哈 嘿 我想主席 就讲了比较重的话 就是想要激励 也许是在当下想要激励那些干部啊 哦 那当然话流出来 那是闭门的一个训练嘛 那这个话流出来 当然就有人会从不同角度去解读 倒也不必太过 看得太重 他现在当家 很多人就跟我讲说朱立伦现在怎么样 其实我对他了解很 我还没有当韩 韩国瑜2020的发言人 嗯 我是朱立伦选 2016总统的发言人 是是是 对 然后 他当选主席第一次的时候 还是 他派我在台南局势当主委 他到台南亲 亲自跟我讲 所以 你也应该上主席人马啊 这样算的话 所以 我说 我说 这个像那 在换干茶减毛口 啊 换换的别人在领安包啊 哈哈哈 就是我们做什么 到了要 想 怎么分配的时候 就变成我是谁的人马 我是谁的 我就变成别人的 我一路走来 就是挺国民党 嗯 嗯 谁代表国民党 我就挺谁嘛 嗯 洪秀柱选的时候 我挺他 我也是他的发言人 嗯 我又是中常委 所以要换柱 是 有三个中常委不签名 我就是 因为 他是程序出来 党代表大会通过 怎么中常委去 你要去 换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我就陪 洪主席走到 党代表大会 把他换掉那一天嘛 嗯 对不对 那后来你党代表大会 又重新 提了 朱立伦 那一样你代表国民党 我就是支持你嘛 嗯 我是这样的人 所以说 不是朱立伦 变了啦 因为他们跟我讲 我说朱立伦没有变 那六年前跟六年后 是因为现在时空背景不一样 嗯 现在党被追杀 嗯 党没有党产 党没有支援 然后各地呢 诸侯啊 都是有一片天 那当然党的思维 跟地方呢 就不一定是一条边市的 可以这样 因为党 能定于一尊 蔡英文他就能定于一尊 嗯 对不对 权力在手上 资源在手上啊 然后他的资源是党的资源 先存着不用 万一再也怎么办 先拿国家的资源来用 你看人家多厉害啊 哈哈哈 对不对 资源下的是下我们的血汗钱 对错 然后他们政党的资产 所以这个不当党产条例哦 用的好 追杀国民党也好 要是政党轮替 继续用这个条例 我就把民进党所有的基金会 所有资产 我全部给你来一次 哦 我一定给你清查 嗯 什么叫财产来远不明罪 哦 那你一体试用 你今天对林芝妙这样 将来民进党所有每一个政治人物 所有的财产 同样要检验 嗯 我们有村的出来拼拼到 相手两片丢 对不对 空空 他们那个没有的 不理会出来这样 十当二十当从政的 不理是什么 那就毫无 105 我看那个豆蛍 梴过来群住 那是在买怎么 这么好 政治有这么好 所以 不要烬 您这个民进党 这的人 production 你拿一扇雾 回来就要 够给我 operate 你家学韩 不是这样 哦 不然 那个应用接触人 所以这条不当党产条例 我觉得设得很好 嗯 不但党产就不只对国民党 是对所有的政党政治人物 通通一体适用 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就怕 这个国民党不会用 或者是有没有机会执政 要讲败类 大不了说民进党这些败类 我们要怎么把它清掉 那党内当然有一些建言 两句 以前一句话说 中言逆耳 不好听 但是利已行 对改革一定会有帮助 那我想朱立伦 他也是有这种度量 他没有变 我跟你讲 你在仔细观察 他没有变 可是主客观的环境都变了 国民党已经不是六年前 以前的那个 顺风牌这样打的时候了 那现在是六年之后 被追杀了六年 你看手剩无几了 剩下皮包骨嘛 那如何再起 这个当然也不是只靠主席一人 要靠大家嘛 可是你看两党的做法 就是为了要把内斗给停止嘛 那蔡英文的做法 比较有用嘛 当然倒是定于一尊嘛 都要把权力抓到自己 所以从他来决定 但是这样会让反而 国民党内人觉得 改成改名内斗党算了 然后大家就不可以有意见 大家有意见的话 就是在内斗啊 那就是说 如果用这种影射方式 就是说你们都不讲话 让我来做看看 可是因为支持者 也是忧心忡忡嘛 因为时间不多了 马上就要选举了 那大家就是有一个焦虑感 可是蔡总统他不一样 他是我现在是最有权力的人 我掌控全局 我想要延续 我不让我的跛脚提前发生嘛 所以他们才会用选队会 然后中常会公布 所有选队会的成员 都不能被你拿去挂看板 你告诉我 金门马祖排除啦 他们可能那些没赫穿人 金门跟马祖 民进党 那另外就还有20个县市 20个县市他们有执政的 7个县市 那7个县市 8个县市 然后有要连任的 假如有初选的 那大概就有35个人 初选一个县市 只要有两个人初选 屏东还三个人 然后35个人 一个人只要挂200个看板 那就7000个看板 那这一半选择跟你挂在一起 你看你在台湾 那我是市长县长的初选人 我跟你挂在一起 那我选议员的那些友军 也会选择跟你挂在一起 或者是跟我们两个挂在一起 对不对 那整个 泰系或团队 整个全台湾就是你 那你会变成什么 最红的 你会变成神 神啊 你会变成神 有一个新的神会出来 那新的神出来 那对总统来讲 他是最不乐见的 但他讲的是这样 因为他没什么看 就是赖清德的看板 人家也安慰他 没有啊 会蔡总统你就挂最多 因为这样不然 连我也不能挂 PK 对对对 连我也不能挂 所以选对会里面的人 那这个其实 有人就讲 暗指我们清德兄 是啊 因为他现在人气 在民进党里面最高 民调也最高 恐怕如果现在 他再次挑战蔡英文 恐怕他这一次会成功 登顶成功 就先从看板 谁比较多来比 就赖英文就先说 不行不行 不能跟他挂照片 所以这样的话 他就阻断了 赖清德成为新贡主的 一个路 然后再推一个 陈建仁出来 放着一个 已经去年就入党了 那陈建仁就是一个工具人 活旗 可攻 可退 可守 就是说大家都在看 以为陈建仁是用来 安插县市首长的 你的看法反而不见得 他是要往2024去 做安排 我跟你讲嘛 所以我刚刚在分析 选举 他不会选 林庆宜也不会选 但是当我们掌控这套机器 跟这个套路 还有游戏的方式以后 是不是 陈建仁就不重要了 那等于 陈建仁跟赖清德 只是我们推出来的 一个棋子而已 我们都能赢 但是我不能让赖清德赢 我只能让我信任的 陈建仁赢 会听话 不但会听话 因为赖清德当时就是 你们再回顾一下 论文门是谁搞出来的 跟赖清德有关 就是独派这些人 那我们独派的金孙是谁 赖清德 赖清德的论到没背景 他当你当总统 本党的执政的总统 然后你当宜任 我来挑战你 会这样吗 所以那个时候 独派要启动论文门之前 就是2019年启动的 所以事先就有跟他谈 你要出来拼 我才把他拢了 他就倒了 所以才会有大佬 出来说蔡英文不应该连任 还有人登报 对不对 那个都是独派的 现在也有在美国登报 那最后我把你干掉以后 我还拉你来当副手 没错 就叫你不要乱动 工具人先离开 那赖清德来当副手 你看他会乐意把他交给他吗 当然不想 我交给你 那我这些东西就被你 你掌握之中了 你一当时要给我兵 你们祖母就死了 就好生寡 所以一定要先把赖神的路 先挡了再说 一定会想尽办法来挡他 所以陈时中台北市还有希望 没有 陈时中现在不是陈建仁挑战 因为他们已经承诺林家隆了 就是让林家隆 三个月时间 然后再做民调PK 因为之前陈时中 好像一副挥沃莫属 对对对对 所以也很多人认识 你看你这什么态度吗 对不对 他是可以 他不接受投协 就是说 我是可以选也可以不选 但是选就一定要台北市 其他我没去 那时候是这样嘛 我们不可以认识 所以就给了林家隆 这个挑战的机会 三个月 我听到的是三个月 所以上上个礼拜 林家隆才会发表那些讲话 民调开始怎么样 好 今天龙界先来 很多朋友来帮他赞下 谢谢大家支持 祝福龙界先 加油加油 平安健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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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